北京冬奥会正在进行 除了精彩赛事 科技元素也成为一大亮点 它们不仅体现在比赛设施 防疫设备上 也体现在人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在赛场人员穿着的衣物中 就有石墨烯技术的应用 据介绍石墨烯是目前导热系数最高的材料 在北京冬奥会相关人员穿着的衣服 围巾 袜子 手套等衣物中 就采用了石墨烯仿制物柔性放的材料 这个材料从物理状况上来看 它就像一块普通的布料一样 我们把石墨烯做成一种水性分散液 并且把水性的分散液 用特殊的方式沉积成 类似于纤维的布状的一种结构 所以这种材料非常的柔软 透气 水洗 然后还很安全 用剪刀剪它 然后都没有问题 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 即使泡水 然后也都可以正常的工作 陈立军指着身上一件石墨烯加热马甲说 北京冬奥会运动场馆的温度 最低可达零下30摄氏度 穿戴上有石墨烯发热材料的衣物 可以快速升温 帮助工作人员抵御寒冷 大家看我胸前的小的按键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这套衣服的控制装置 清除按键 它灯光亮起 这个衣服就启动了 它可以在低温的环境上迅速让这件衣服到达55度的温度 然后45度35度来进行自己的调节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志愿者运动员观众 然后和工作人员可以在低温的环境迅速恢复人体的温度 然后起到抗寒保暖的作用 除了工人穿的衣物 云转磨技术也穿上了石墨烯 研发人员创作出应用石墨烯柔性发热质物材料的云转磨背包 可以瞬间产生50摄氏度的温升 即使是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设备也无惧挑战 冬奥会不是一锤子买卖 陈立军表示 在北京冬奥会上应用的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 机会今后推动冰雪运动可适宜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也为下一步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动力 我们这次的冬奥科技的沉淀 其实为下一步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然后以及下一步的石墨烯规划里面 核心的新材料产业化应用的推动 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强的帮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